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忍住不哭与动不动就哭的孩子 长大后会有三个明显的差距 两个孩子 一个能忍住不哭 一个动不动就哭 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 忍住不哭的孩子 很自然地收到夸奖 坚强 勇敢 听话 懂事 有出息 动不动就哭的孩子 往往会遭到批评 无能就知道哭 让人烦 没出息 如果不幸遇到一个爱哭的孩子 家长本身已经很烦恼 还会担心招致别人的评判 没有带好孩子 引起第二重烦恼 四岁的二宝就是一个爱哭的孩子 稍有不顺心的事情就大哭起来 比如找不到玩具 玩玩具的时候不顺利 妈妈没有及时打开动画片 吃饭的时候只剩她自己 拉出的大便不够优秀 困了想睡觉等等 我们看似很简单的问题 她都会用哭来表达 不过 只要我们迅速回应 她就会反思自己 玩具玩不好 再来一次不就行了吗 刚才还哭呢 现在不哭了 之后情绪异常好 玩得很起劲 爷爷经常数落她 男子汉 哭什么哭 没人喜欢爱哭的孩子 我听到这样的批评 就感觉不是滋味 有时候也很为她这样的状态担心 万一影响到之后的成长可咋办呀 针对这个问题 我犯了很多熟悉 了解到让孩子忍住不哭 和允许孩子动不动就哭 孩子在长大之后 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孩子哭的时候 家长的回应方式不同 会造就两种类型的孩子 孩子小时候表达情绪的方式有限 最自然的方式就是哭 孩子哭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是有情绪的 只是每个人经历不同 性格不同 在不同情境下的感受不同 会对孩子做出不同的回应 如果详细分类的话 一般逃不过这五类 第一种 训斥否定孩子 不许哭 人家都不哭就你哭 爱哭的孩子不是好孩子 给孩子贴上一个 爱哭的孩子的标签 第二种 对孩子冷漠 你不是想哭吗 那你就哭个够 然后把孩子扔一边 自己该干什么 就干什么去了 第三种 吓唬归旋 别哭了 你看你脸都哭坏了 嗓子都哑了 再哭就把你的玩具送人了 老这样哭就没人喜欢了 第四种 容忍放忍 你想要玩具吗 好 马上买 谁惹你不高兴了 我去找他算账 第五种 允许孩子哭 陪在他的身边抱着孩子 等他情绪稳定之后 再解决问题 前三种方式 让孩子学会了忍住不哭 后两种方式 让孩子习惯了 动不动就哭 这两种类型的孩子 在长大后 在为人处世 心理状态方面 会有明显不同 忍住不哭 与动不动就哭的孩子 长大后 会有三个明显差距 同理心会有区别 李开复博士 特别强调过同理心 同理心是在 人际交往当中 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 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 并站在他人的角度 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有同理心的孩子 更容易理解别人 理解各种问题 更加善良 豁达 同理心的获得 不是来自书本 而是在和大人 互动当中体验 模仿大人的处世方式 观察大人的脸色 品味大人的声音 如果我们把孩子的哭 看作是正常行为 接纳他 理解他 他就明白自己是被爱的 也学着用同样的方式 理解别人 关心别人 二宝不仅对自家人关心 对其他小孩也特别关心 看到一个孩子的腿 被自行车辅轮挤了一下 就开始嘘寒问暖 第二天没见到这个孩子 他就问一位爷爷 是否知道那个小孩还疼不疼 有没有上药 像个小大人一样 反之 如果我们不能忍受孩子哭 孩子遭到冷遇 就学会了像大人一样 只关心自己的感受 不会去同情 理解他人 情绪管理能力的不同 哭是孩子从小到大 面对困难 面对冲突的时候 他找到的一种 让自己内心消极情绪宣泄出来 然后趋于平静的方法 我们不能发现 孩子们在哭的时候 情绪很激烈 但是哭过之后 就会非常的平静 好像重新充满电一样 有了活力和力量 这就是因为 孩子在哭的时候 把消极情绪释放出来 情绪得到缓解和安抚 就会变得很舒服 孩子在哭的时候 被允许 被接纳 孩子就习得了 用哭释放情绪 遇到困难的时候 哭一阵就扛过去了 继续阳光积极地生活 大宝曾遇到过 人际关系上的困难 他忍受着特别痛苦 我让他哭出来 过后 心情真的舒畅起来 如果孩子哭的时候 我们禁止孩子哭 孩子就会出现两种极端 一种是隐藏自己 否定自己的情感 伪装成大人 可以接受的形象 一种是像火山爆发一样 大发脾气 比哭还让人难以接受 有个妈妈看到女儿哭 就对孩子说 不要哭 大家都不喜欢爱哭的小孩 女儿立刻不哭了 很明显 孩子对妈妈的话很熟悉 充满了警惕 学会了戴着面具生活 有的孩子想买一个东西 哭了也没有用 他就躺在地上撒泼打滚 拖都拖不动 父母处理起来更加艰难 心理承受能力差异大 心理承受能力可以理解为 孩子的逆伤 抗挫折能力 如果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强大 就会坦然面对学习和生活当中的种种困难 不会走极端 孩子在哭的时候被温柔对待 感受到了爱的力量 获得了安全感 心理素质就会慢慢地变得强大 因为他知道遇到问题不可怕 他的背后有强大的支撑者 不会孤军奋战 在黑暗当中前行 孩子哭的时候被称为是爱哭的孩子 他在潜意识当中就会认同这个表现 但同时又被禁止哭 接受的观念是哭是无能的表现 孩子就会非常的纠结 这种内心的冲突会让孩子心理失衡 遇到问题时 想哭又不能哭 又感觉求助无门 只能把情绪压抑在心里 时间一长 情绪垃圾堆积成山 孩子就无法承受心理压力之重 很容易崩溃 一些孩子出问题的时候 家长都感觉很惊讶 孩子那么乖 怎么可能会出事呢 他们不知道 乖巧都是小时候 没有得到正确对待导致的假象 是父母一次次的忽视把孩子推向了深渊 家长正确对待孩子的哭泣 让孩子心理健康发展 看完上面的分析 不难发现 那些忍住不哭的孩子 其实是值得关注的 当孩子哭的时候 我们一定正确对待 不要让孩子假装不哭 在孩子哭的时候 我们应该理解孩子的感受 允许孩子哭 同时陪伴孩子 告诉孩子 哭出来就好说多了 妈妈陪着你 在孩子哭的时候 也不能忍让和妥协 要讲一些原则 避免让孩子把哭当作是一种特权 《自卑和超越》中提到 当孩子发现用泪水 可以很好地驾驭他人时 他会变得爱哭 而爱哭的孩子患上 忧郁症的概率非常大 敏感爱哭的孩子 容易产生自卑情节 应付人生的能力 也相对较弱 所以孩子哭完之后 我们要跟孩子 讨论刚才哭的原因 解决具体问题 让孩子从中学到 正确的处事能力 慢慢积累经验 长大一些 就不会总为同一件事哭泣了 同时 教会孩子除了哭以外的 其他发泄方式 变得更理性和成熟 有个孩子已经上小学了 还是特别爱哭 这让人感觉和他的年龄不相衬 我们就要想办法引导孩子 比如 当孩子被同学欺负时 要勇敢地回应不 代替因害怕而引起的哭泣 当被不公正对待时 要敢于表达自己 为自己争取权益 让孩子知道哭作用很大 可以缓解情绪 但是勇敢表达自己同样重要 在不同情况下 要灵活运用 随着年龄的增长 经历的增多 孩子不断体验 实践 就能用多种方式 面对各种难题 忍住不哭 与动不动就哭的孩子 长大后的表现 心理状态 和我们理解的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重视两者的区别 孩子哭的时候 我们可能感觉很烦 但这正是教育孩子的好时机 只要我们正确回应他们的哭泣 帮助他解决问题 强大内心 孩子就能学会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 积极阳光